证交所最新发布了台湾高薪100指数 这是选出台湾前100只股票 以高薪高获利跟员工整体薪资最高为三个条件 其中台积电呢平均年薪200万最高是夺冠的 鸿海位居第二 金管会说透过这个指标啊 渴望掀起一波企业的加薪潮 不过劳团说不加薪的话要惩罚 为了鼓励企业加薪 证交所发布的高薪100指数 等同于公布了台湾幸福企业的薪资排名 前五大成分股由金元大厂台积电夺冠 鸿海则是位居第二 而电信龙头中华电则夺得季军 这个高薪指数100之后 14之后可以带动加薪的风潮 从投资市场下手渴望带动加薪风潮 筛选条件除了以员工平均薪资最高的 前三分之一之外 获利方面也必须要符合近三年 税后经历平均是证数 和美股净值至少10元以上 不过用这种方式带动加薪 却被劳团狠狠打脸 他对台湾大部分的劳工都是在中小企业 类似加税的方式的一种 比较属于惩罚性的手段 比较强制性的手段 这样子两个同时实施呢 才有办法 指乎这样的效果有限 只有象征一亿 更有民众表示 干脆公布低薪100 比较有紧失作用吧 据有潘利勇台北报道